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 忧虑社区现在出现两种变异病毒株传播风险 但没有计划实行全民禁足检测 消息说有店员确诊的铜锣湾宠物店 店里有来自荷兰的动物药本验出病毒 食物卫生局局长陈兆耻 联同御护处处长梁绍辉 下午3点半会见记者交代疫情最新发展 本港在有源头不明个案涉及Delta变异病毒株 女患者是一个宠物店销售员 而海径斯例检疫酒店也有感染Omicron的 巴基斯坦籍府人一传狗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之前 对此表示忧虑 担心同时间在香港可能两只变异病毒株 都有传播的风险 这个宠物店的风险是因为它涉及动物 而且据我们所知同一个铺铛 它是有全港狗有多达十几间这些分店 所以昨天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 有关于动物那方面 现在看来是有担心的 他说食物及卫生局局长 和园农自然护理署处长 稍后将会交代宠物店调查 消息说铜锣湾宠物店内来自荷兰的宠物 有样本检测程阳性 这间宠物店在铜锣湾和旺角合共有三间分店 和集团有十几间分店 这个集团在大埔也有仓库 当局已经派完抽取样本再做检测 而为了切断传播链被问到会不会实施全民检测 林郑月娥说现在围风强检 远检测检等等的措施有效 到今天为止我们的专家 他们都没有提出要特区政府进行全民检测 要禁足的全民检测 恐怕在香港不是一个很适合的方法 也都未必受到市民可以接受到 林郑月娥又透露 原定下个月24日 扩大疫苗气泡的措施会提早推行 上周五公布了 如果去年初四 新一轮的社会距离措施结束之后 我们审视情况是可以开放一些厨所 或者晚餐食 届时都是以疫苗气泡为基础 他说以星期一为例 整体接种超过4万剂 社区疫苗中心仍然有能力承担更多接种量 也都落见长者接种率提升 例如70至79岁超过五成半 80岁或以上也都达到两成七 再呼吁未打针的市民尽快打针 对于受疫情影响的行业 林郑月娥说每一次的支援 都不能够完全满足业界需求 但争取在农历新年之前 发放部分第五轮防疫抗疫基金 不会等申请期结束才一起发放 无线电视机者李玉昆报道